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盼踪尽长相守 共上一点风扬 那日夜雨朦朦 彩袖轻碰与众 写来秋秋对异与剧痛 谁到窗外风动 绕我一阵清梦 今宿呼一场清风 花银摇穿几重 夜随平仰笔空 黑了一层中重逢 只剩一夜朦胧 夜下清军似语 从此不必分离 奏人难挡 酷爽一对 雪碧妖您看 前情回顾 可是我还是不想放下这段夫妻之情 我爱你 我也爱你 帮您 王上 已经没有追兵了 一时术虎 竟被秦安钻了空子 待我会合了亲卫 一定要杀回皇宫 一血牵斥 王上 事发突然 当务之急 一定要集结兵力 镇压暴民 既然亲卫队已被派往丙州 我知道有一处无人的山寨 我们可以先去歇脚 待其余的残部取得联络 在伺机而动 就这么扫了 我心仰不甘 王上 且忍这一时 静待良机啊 眼下有件事情 迫在眉睫 何事 王上尽管吩咐 找机会 把司擒给我抓来 王上 录他做什么 司擒是当今天下 数一数二的兵器大师 若他能为我所用 以兵器之长 不忍手之短 瞧及我眼下燃眉之急 况且 便能除了庆安一条 左膀右臂 如若他不愿为王上效力呢 那就关到他愿意为止 属下灵命 王爷这么重的伤 怎么能进京啊 再休养几天好不好 两天好不好 好了 李管家 你别担心我了 我这一天都等不了 那 魏蜀 可好好照顾王爷啊 李管家放心 我一定安全把王爷送到都城 来来来来 这都什么事啊 今天连命都不要了 王爷 属于安全啊 王爷这么着急回都城 必然是有什么军国大事了 这事 可比军国大事重要 有什么事能比军国大事还大 这你就不懂了 我看小姐今天心情格外好了 想是最近铺子生意都很红货 你拦住我在这儿站了大半天 到底想干嘛 我 我 没事我就先走了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 闲着无聊 在这儿大街上到处乱逛是不是 上火 我 我 这 你要送我啊 前两日是我不对 我向你道歉 我听闻这是嘉南公主 最爱的玉泥坊静妍泥 想来是极好的 我特地买来送给你的 金大人 我看你啊 可真是不太聪明 能做出这事的 怕也就只有金教他一人了 奴婢倒觉得 这金大人也算是个直爽的 此话怎讲 他铁定是四处打听过 咱们丙州的贵小姐明月安用什么 便直接买来送给小姐了 这份心思倒是难能可贵的 你让一下 走 请别人 感谢观看 也无法击败秦安 你可曾听过神鬼兵器图 没有 本王曾听过 有的兵器可以以一挡十 打起仗来有如神柱 小时候我并不在意 现在有机会我倒想看看 是不是真的有那么神奇 你若替我效力 本王保你荣华富贵 我 本来就不谈图这些 永谦过在你的支离项 民不聊生 我也不可能助纣为女 本王不是来跟你谈条件的 你的命现在在我手里 你愿意做也得做 不愿意做也得做 请太 让人臣服的 从来都不是武器 也不是征法 你永远都不会懂 即便你有本事 也轮不到你来做主 你的任务 就是给主人制造兵器 如果你玩不成 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行了 行了 别扑了 公主 你睡到尘尸三刻才起 才吃了午饭 你这会儿又要睡啊 啊 困得很 要不然传医症瞧瞧吧 能吃能睡的传什么医症啊 别到时候吵着外祖母 以为我又怎么了 你们先下去吧 我先睡一会儿 外祖母有什么事你再叫我啊 好 出去吧 出去吧 嗯 你呀 平时那么机灵 怎么这会儿反而不懂事了 我怎么不懂事了 公主最近也太瞌睡了吧 以前可从来没有这样 公主哪里是瞌睡 公主是无聊 痛苦 伤心 难过 只有睡着了才能忘掉这些烦恼 我们不能逗公主开心 已经是无能了 难道还要拦着 不让公主睡觉吗 公主睡了 王爷请回吧 睡了 请客 我看一眼就走 好 你想拨�着 那些烦恼 你不见得了 对 我又没有人 好 我可以 看一眼 你怎么知道 GL呀 好 我 什么时候回来的 刚刚 你出去 现在外祖母已经知道我们的事情了 没必要装模作样的 宝宁 我错了 你怎么会错呢 你希望李谦怎么会错呢 出去 你再不出去我叫人了 秦柯 宝宁 我真的错了 我是真的错了 过去的事情只属于过去 上一代的恩怨只属于上一代 我母亲与你父亲都已经成年了 不管真相如何 我都不应该这样对你 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我不应该前怒于你 不应该让你伤心难过 更不应该伤害你 我是真的错了 我是真的错了 我原本是这世上 最应该疼你的人 也应该是这世上 带你照顾的最好的人 可是我一样都没做到 帮你我 我错了我该死 我错得离谱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我想要你的原谅 你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再回到你的身边 你到底想做什么呀 让你这么对我 我真是个混账 这是我来的路上 给你卖的糕点 还热乎着呢 请来吃吧 宝宁啊 我刚刚说的话 自自珍惜 我疼你 她又干什么了 我就知道 天沙的信望 又惹公主伤心了 公主你别难过 咱们找太皇太后去 太皇太后一定会给我 是 你们先出去吧 我想自己待一会儿 公主醒了吗 太皇太后要找公主说话 许说 说我在宿宿那儿我不在 公主为什么要瞒着孟姑姑 我这让外祖母看见了 多担心了 行了 更一杯叫吧 我得去宿宿那儿躲一晚 明天再回来 你再说一遍 我已决定和宝宁在一起 请父亲不要阻挠 你这个逆子 我今天不收拾你 我这个逆子倒着鞋 老爷 老爷 你给我闪开 王爷还有伤 手下留情 你真是个逆子 你是让你娘死不瞑目 你知道吗 你让我死了怎么去见你娘 你是让我告诉她 你的儿子和杀死你的仇人的女儿在一起吗 你告诉我 你怎么去见你娘 怎么说 爹 这个问题我无数次问过自己 正是因为我一次一次地问自己 所以我一次一次辜负了宝宁 此事上有诸多疑点不说 哪怕是真的我也想清楚了 不孝之罪我淡了 哪怕将来下游国入地狱 我也认了 我这辈子就是要和宝宁在一起 白死不改 永不分离 你 报 林大人 宫里来人 说是有口谕要召见信王 滚 何事啊 信王 太皇太后有请 太皇太后召见我 是 那就请信王速速入宫吧 您感觉如何 您感觉如何 神清气爽 还是他管用 禀太皇太后 信王前来觐见 信王 他怎么突然来了 太皇太后 您刚服下药 要不 无妨 我正要找他 宣他进来 是 太皇太后 定是为了迦南公主吧 还能是谁 最近他二人闹得厉害 哀家要替公主 探探李迁 到底是怎么想的 好让公主日后的日子 过得平安顺遂 还是太皇太后疼公主 想得周到 替我准备准备 好 拜见太皇太后 李迁 宝宁在你急急无名之时 选择嫁你 你可还记得 宝宁的情意 李迁此生不敢忘怀 哀家以为你忘了呢 不然宝宁为何如此伤心难过 都是我的错 漂亮话容易说 做起来就没那么容易了 夫妻之间相处 要紧的是念对方的恩情 当年宝宁守卧两道圣旨 一道与你成亲 一道要你性命 宝宁为旧敌 选择与你成亲 此等恩情 难道你还不足惜 你闻心自问 以你当时的身份地位 一个总管的儿子 能有如今的富贵和权失 你现在身为仁臣 统赦锦西 封江赐王 却如此对待宝宁 你叫我如何作响 太皇太后息怒 都是臣的错 臣已经决定抛开过往的一切 和宝宁厮守一生 哼哼响 哀家的宝宁容得你 照之急来 惠之急去 你心如此 为何反反复复 是身不由己 还是心不由衷 哀家明告诉你 想和好 那是不可能的了 哀家明日便下旨 自你们合理 求太皇太后开恩 臣并不在乎什么权势地位 臣什么都可以不要 但臣是真心爱慕保宁 绝对不能没有保宁 臣不会合理 此事由不得你 来人 太皇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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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前确实是我伤了保宁 但我心里 无一天不愧疚 还请太皇太后三思 再给我一次机会 此事已无商量余地 如果太皇太后 执意如此 是微臣不能服从 宁愿已死 也不能答应 来人 把他给我轰出去 太皇太后 太皇太后 求你三思 求你三思 太皇太后 可把心王吓坏了 哀家的保宁 蓬在手里怕摔了 含在嘴里怕化了 见不得他受委屈 这个礼谦倒好 把保宁气回了宫 可怜我保宁 还怕哀家难过 在哀家面前装笑脸 背后还不定怎么哭呢 可您老 真要下意志和离呀 怎么会 哀家不过是吓吓他 让他继劳 今后不可怠慢保宁 哀家也要探探 看看他对保宁的心 到底有多重 那这结果您可满意 他撕了我的和离书 看来 他是任谁也不怕呀 今后 真欲什么不测 哀家相信 他定能护好保宁 是 不过可怜的姓王 被太皇太后一下 今晚可别想睡个安稳觉了 折腾折腾他 方凌 哀家乏了 扶我去小气一会儿 你别吹发 王爷怎么是会落魄的 他既然能打开心结 那是再好不过了 你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呢 都说破镜能够重圆 可是两面碎掉的镜子 在拼凑在一起 力含仍然在 两个人的信任 一旦被打破 要想再拾起来 实在是难 可是你心里不是想要和他重修就好的吗 只要你愿意 你们就可以回到像以前一样 我不知道 昨天的都没吃 都这会儿了还挑三拣四的 我可告诉你啊 这是天牢可不是你矫情的地方 能吃上这种饭就不错了 你咱不吃啊 不吃拉倒 生死永命 灵哥 你再等等我 再等一会儿 我们很快就能在一起了 永远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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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像我赖床 自己也会呢 这回公主 可算抓着太皇太后的把柄了 可不是吗 太皇太后还从来没有这么晚起过 最近也不知是怎么了 公主也总是瞌睡不醒的 公主总瞌睡 是啊 一天到晚都是睡 还睡不够 莫不是 你 手怎么这么凉 怎么还是这么凉 外祖母 起床了 外祖母 外祖母起床了 外祖母 外祖母起来了 孟姑姑 请客 孟姑姑 请客 快快快 外祖母 外祖母起来了 怎么了 公主 我叫她半天的不行 我不知道为什么 孟姑姑 太皇太后 外祖母 起床了 别吓我 外祖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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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公主 太皇太后本就年事已高 从症状上来看 是积血宫心 积血胶着所致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让太皇太后气急 才驾鹤归心呀 莱四伯 莱四伯 您醒醒啊 莱四伯 莱四伯 娘娘 娘娘 来 母后 今日这是怎么了 母后没事 这不是和往常一样 看着我们阿尔练刺的吗 往常才不是这样呢 那你说说 母后往常是什么样啊 又 又走时 快些快些 一天只惦记着我玩和偷来 你可是唯一的嫡子 必须要比谁都用功克服 知不知道 你这小嘴呀 可比那字写得漂亮多了 我要了 都是我们阿尔的功劳啊 那儿臣今天已经写一哨误了 可以去找皇帝哥哥玩了吗 你现在还去了 我 这是丧忠 谁 这是丧忠 是丹皇太后 太皇太后不在了吗 太皇太后他老人家 母后 这是谁在桥中啊 是丧中 什么是丧中啊 安儿 这些大人的事啊 你总有一天会懂的 去吧 走吧 我们也该去干点正事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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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还好吗 怎么能好 公主滴水未尽 哭了一天了 我去看看她 侯爷 侯爷还是稍后再来吧 承恩公夫人在里面陪着公主 还是默去打扰的好 好 有承恩公夫人陪着她也好 我随时都在 若有事就来找我 是 小时候 您尝给我书头 现在换我给您书 要是真的有来世 您做我的外孙女好不好 我会像您对我那样 疼她 照顾她 偏爱她 把最好的都给她 绝对不会让她受一定点的委屈 绝对不会让她受一定点的委屈 你们老是告诉我 昨天有谁来看了外祖母 孟姑姑你一定知道告诉我吧 是 信王来过 她来做什么呢 昨日信王爷突然来访 太皇太后想替公主试探试探王爷 便把王爷给大骂了一顿 后来还吓唬王爷 说要下旨让你们和离 信王爷不答应 便把和离书给 便把和离书给撕碎了 她在想什么呢 其实信王她 她怎么能当着外祖母的面丝了呢 外祖母年纪大了 惊得起这些吗 公主 公主你去哪儿啊 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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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娘呢 奴才该死 不知道公主往哪个方向走的 没追上 相军 相军 孟姑姑 侯爷来了 侯爷 侯爷 公主什么时候走的 走之前都说了些什么 公主说 要去找信王问清楚 李谦 你说什么 踏荒踏荒没了 这怎么可能啊 千真万确 丧众都响了 他 不行 我们此刻需要我 我要去看看他 老王爷 你要去哪里 天 还想去惹什么事 什么人 停下 军营重地 不得擅闯 我乃迦南公主 谁敢拦我 我刚得知这个消息 太皇太后的 李谦呢 宝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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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干什么 还在演戏 外祖母的事 你想推脱吗 宝宁 我知道你现在 一定很伤心 但这件事 我是刚刚才知道的 外祖母赐你何离 你带着她的面 撕毁了何离叔 是这样没错吧 是 是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我不想跟你分开 你可知道 外祖母是极怒公信而亡 都是因为你 什么 怎么会这样 宝宁啊 你 外祖母她现在没了 你说什么有用吗 不是 是 难道你真的要我 签下这何离叔吗 能让外祖母多活计 我宁愿签这何离叔 这当真是你的本意 是 宝宝宁 我知道你现在一定很痛心 说的可能都是气话 但我希望你冷静听我一句 太皇太后她老人家不在 我是真的很难过 好 但你相信我 从今往后 我一定会像她一般照顾你 这事件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 这事件再无任何事 任何人能比得国外祖母 我既然 也没见上她最后一面 也不曾陪伴她这最后一车 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 我怎么跟你在一起呢 是 是我的错 这何离叔的确是我死的 我也万万没想到会变成这样 但我现在说什么也于事无补了 你杀了我吧 用我的命来偿还 你也以为我不敢 傀儡计没有用的 我不会原谅你 王爷 爹 你让开 江宝宁 你到底要干什么 你爹杀我妻子 你还要杀我儿子吗 我们两家从来是无言无仇的 你能不能放过我们 王爷 你不是想做个了断吗 好 今天 我就和你做个了断 爹 这是我和宝宁之间的事情 让我自己来处理吧 你给我闭嘴 他动手的时候 怎么不考虑你呢 刘今求已断 便是天意 你我愿分已见 再见即是末了你 你我愿分已见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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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不做了你 我愿不做了你 你读得要好 你怎么回事 你不是故随 我愿不想回事 你了解 我愿不想回事 你去想回事 你给我到你了 我愿意 你可不想回事 你带我去 我愿不想回事 太后娘娘 把人放了 可是这人犯是太皇太后带来的 真是不识好歹 现如今太后才是这后宫的主人 你连自己的主子是谁都分不清 你这差事还想不想要了 是是是 卑职日后定为太后马首实战 行了 快些放人吧 是 没你诗了 你下去吧 是 恭喜娘娘 起来吧 妙容 你说这喜 这喜从何来啊 娘娘 您现在是一宫之主 护风唤雨 想如何便如何 可惜可恨 可是哀家却不这么认为 现在道喜啊 为时过早了 别忘了 还有一个嘉南公主呢 娘娘 现在嘉南公主 没了太皇太后承遥 早已不能和昔日相比了 她怎么能和娘娘您相提并论呢 那你可真是低估她了 就算没了太皇太后 可她依旧是监国公主 而我呢 我就是一个统领身宫妇孺的奴仆 这口气 我咽不下去 那 娘娘 您想怎么做 你们俩昨天服侍了一夜 先去歇息吧 这儿有我就好 姑姑比我们更辛苦 还是姑姑去睡吧 姑姑没事 依我看 你们都回去歇着吧 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你们一个个的把身体都熬坏了 之后把您靠谁照顾呀 这里有我陪着 那就多谢承恩公夫人了 姑姑 怎么同我还这么客气 走吧 宝宝宁 我知道你心里难过 难过你就哭出来吧 这里就我们两个人 你就大胆地哭吧 有我陪着你 家南公主至亲之孝 现在太皇太后先去了 你让她怎么能不伤心呢 这么晚了 太后娘娘怎么来了 这里是灵堂 自然是来祭拜的 祭拜不应在白天来吗 为何晚上才来 太后娘娘听闻太皇太后先去的噩耗悲痛万分 一直不能起身 虽然此刻已是深夜 但太后娘娘还是强承病体过来祭拜 娘娘请吧 皇祖母 别着急 要不了多久啊 我就把你最宝贝的外孙女送去一纸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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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你最宝贝的外孙女送去的白天 说的是黄金 旗就 1080 黄金 似乎 ジ儿 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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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你放开我 再也回不来都者 放宁 放宁 住手 宝宁 你没事吧 侯爷 你要是再晚来一步 宝宁就要被赶去给太皇太后守灵了 太后娘娘 我们这一步说好 静海侯 你这又是做什么 臣倒想问 娘娘这是在做什么 哀家理解嘉南公主的孝心 特许她出宫守灵 不知道侯爷有什么立场可以阻止呢 臣有句话放在这里 还请娘娘自己好好斟酌斟酌 任何人 臣是指任何人 任何人若是动了嘉南公主 就是动了我赵孝 凡是动到我赵孝的头上 那臣就不能保证 将来会发生什么事 臣严禁于此 还请娘娘自己看着办 蓉儿 是很痛吗 要不再找医生看看吧 我没事 我身份卑微 也不好意思总劳动医症 外面的大夫也进不来 可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要不咱们求求太后娘娘 你不是替她当差吗 娘娘娘的人情 何时才能还得上 怎么会啊 要不是娘娘的许可 我怎么能进宫来看你呢 太后娘娘的许可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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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是林哥哥替我上了药 我就不疼了 你呀 别碰着伤口了 一会儿拦个医症 给她去看看 高妙蓉这么不识抬举 娘娘还如此待她 不疼了 这番宋江宝宁首领不承 哀家还又一劲 这次 赵下绝对插不上手 就连李谦都不成 但此季还需要高妙蓉的配合 差人好生照顾着 都让李林进宫探望 哄着她点 知道了吗 是啊 好 自远方 染白了霜 在尖雾中仰晃 把梦中男之相忘 那雀跃的时光 都已经泛黄 迷失在路途上 忘了我的方向 偏了我曾年少情话 不知思念模样 许多年后才都欣赏 相聚相守的风光 就算命运 但没闪窗关上 你依然是一束花 我定着过 希望 就在尖旁 就像从未绽放 就算命运千遍万花不当 我依然在这地方 远远不过 直到被不被遥 你依然为你送传 我依然在这地方 我依然在这地方 我依然在这地方